浑身没劲不是懒,教你三招让你元气满满 哎,有没有姐妹,总是浑身没劲,就是不想动,什么都不想干 尤其是到了夏天就只想在沙发上躺着 这个不是懒,是因为你的气血不足了 其实呢,气血不足绝非是一天两天导致的 如果仅仅是通过喝一点自五汤呀,就能让你的气血变得充盈 那这也太简单了吧 所以要想调理好,那做到以下三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呢,就是调理好脾胃 那脾胃呢,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披有捅射血液的功能,所以务必要调理好你的脾胃 第二点呢,就是远离寒血 那中医认为呢,寒血会使你的血液凝滞,经络不通 气血呢,生化受阻 极易引起关节病变呀,肠胃不适呀,或者是咳嗽之类的 那第三点呢,就是养肝血 肝脏具有捅绸血液,调节血量的功能 中医认为肝鱼则费虚,因此切记生起熬夜 也不要让你的身体过度疲劳 还有第四点,就是饮食方面 切记要暴饮暴食呀,什么食用过多油腻的这些食物 最好呢,是一日三餐均衡配比,营养健康的饮食 当然呢,这个同事你也可以喝一些五红汤加黄旗 五红汤大家都知道,可以补气血呀 什么适合手脚冰凉的姐妹喝 那里边再加一点黄旗呢,补气的小能手 这个呢,有1加1大于2的效果 好,不说了,今天的午餐呢,我就准备做一个黄旗五红汤 我回来了,外边好热呀 女神舟大家都知道是吧 就是那个五红汤是一样的食材 特别适合咱们那个手脚冰凉的姐妹哈 它主要的食材有红米,雪糯米,红小豆,红皮花生,红枣,还有一点枸杞 我们把米清洗干净之后上锅煮 我们女人一颗爱美的心,却又给了我们一张贪吃的嘴 那既然管不住嘴,就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 吃出美好身材吧